林氏 林氏把你找来了 是因为这小子 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少爷这个岁数 正是他玩的少 这小子天天没个正型 太不定性了 您听说了吗 郎丽纯先前的 一名工坊技师 顾海棠他们家 是给死人操办丧事的 顾海棠您知道吧 先前是朗家大小子的媳妇 后来给休了 我听说了 听说顾海棠这个爹很厉害 化好妆以后 能把死人变得像活人一样 我有个亲戚说的 他们家离顾海棠家住得不远 街坊邻居都敞开了 他们家不是帮一个 孤寡老太太入了恋吗 神护其身的 顾先生 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 我保证两年之内 吃掉朗里春 我们两个 不是雇佣的关系啊 你是老板 我是执行者 怎么样 施老板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 就我那点手艺 哪能和朗里春的师父们 相提并论 我那就是野鹿子 小作坊 说句不中听的话 那是在瞎闹着玩呢 顾先生你这么说 就是不把我师某人当朋友了 虽然你现在落魄了 但是据我所知呢 你们家在江南 那可是家底丰厚啊 顾家的仙人 还曾经帮助过皇家的宫廷里 去做过胭脂花粉呢 对不对 后来是因为落魄了 才到了这儿来 但您毕竟 还是个顾家的传人 这可是大有来头 施老板 这些话 都是坊间的一些传言 你怎么能信呢 我们祖上 的确是在江南部家 可是我们三代 都是以采药为生 没有您说的那些什么名堂 顾先生 你还是先想一想吧 我可以帮你把你的 独家秘方发扬光大呀 你其他的事 统统都不用伸手 只管点头 万事俱备 恐怕要辜负 施老板的一番美意了 顾某恕难从命 顾先生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这托家带口的远离他乡的 都不容易 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 老爷 龙大帅的宅子到了 调头回家 老爷 对 好的 老爷 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把东西都带回来了 到保险柜 去把所有的金条都拿出来 凑凑看还有多少 这回我要孤注一掷了 朗四年 我斗不过他 但我也要活活地把他整死 这可是把朗四年 踩在脚底下的好机会 这盘棋 我可不能下错 赢了 可就再也没有朗里春了 海棠姐 海棠姐 凡真 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凡真 我也准备好了 咱们开始吧 我觉得你之前说得对 咱们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 我们一定要一难而上 第一呢 我们要消除大家的误会 告诉他们 我们没有骗人 第二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学校办下去 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 刮目相看 反正 多亏了你 让我心里头有个底 不过这件事情 真到做的时候 我反而倒有点紧张了 你怎么又来了 人都说义高人胆大 你手艺这么好 怎么成天畏手畏脚的呀 你行哪 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美妆学堂 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美妆学堂 看一下吧 新开的美妆学堂 要不要了解一下啊 您看一下吧 您看一下吧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美妆学堂 您的美妆学堂 您是美妆学堂的美妆学堂 您是美妆学堂的美妆学堂 我这两天睡觉 总是尚不来气 娘 大夫都说了 您这是心病 我们劝不了您 您可得多劝劝自己 放宽心 别什么事都搁在心里头 你这也就是嘴上会说 事情真搁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您说得是 可我是真的心疼娘 如果能每天看到您乐乐和和的 该有多好 我乐得起来吗 你爹身体大不如前 月轩跟月明两个孩子 为了海棠争风吃醋 以前担心的事全都应验了 月明和月轩也是一时糊涂 只要海棠消失了 他们自然会好的 都跟他爹一样 好的不学竟学坏的 我最担心咱们这个家 家何万事兴 家门不兴 其他的都是无稽之谈 令您辛苦了 这个家全靠您把持着 当时如果对那个海棠 放任不管 听之任之 还不知道会惹出多大的乱子 可惜月明和月轩 不理解我的苦心 还是痴迷不悟 娘娘放心 顾海棠现在焦头烂额的 他兴不起什么浪 我都盯着呢 我现在更担心月明 月明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 看他最近心思挺重的 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了 月明在宫 也很用心工作 老爷就是想多锻炼锻炼他 但我担心月明不明白 他爹的这番心意 到时候就会适得其反 大哥也是心急 想得到爹的认可 娘您多心了 你知道什么 我看得自然不如娘真切 妙兰只是一心 想替娘排忧解难 你最近好像跟月明走得很近 我是看大哥终日操劳 经常给他送些补品过去 那月明生活起居的事情 你要多费心呀 这都是妙兰应该做的 行了 行了 出去走走吧 去哪儿啊 娘 您好 你看看吧 你这是所学校吗 对 我们就是专门教化妆的学堂 那学费是多少 非常便宜的 一个 一个课程只要五毛钱 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啊 没关系的 你可以先付一半的学费 以后等你赚了钱了 再补上也可以 对对对 而且海棠老师的手艺非常好 要不然你试试吧 嗯 好吧 快来看呀 我们可是昆阳第一家美妆学堂 我们的老师手艺非常好 我们一个课程非常便宜 只需要五毛钱 大家来了解一下 让所有有爱美心的你们 都能变美丽 停车停车 顾海棠 娘 您看 他怎么出来摆摊了 快来看呀 我们可是昆阳第一家美妆学堂 来 我们老师的手艺真的非常好 这个顾海棠是不是故意的 一般学义真的非常便宜 就五毛钱 娘 顾海棠不会是拿朗里春的招牌 给自己招揽生意吧 你先来看一下吧 真的非常合适的 贼心不死 总是跟我们朗家作对 娘 这个顾海棠可不是一般人 乡下来的丫头 好不容易和朗家扯上关系 她一旦抓住机会 是绝对不会松手的 这个顾海棠和末画可不一样 十个末画绑在一块 都抵不上一个顾海棠 要不然 月明和月轩 怎么跟着了魔似的 听她的摆布呢 这个顾海棠真是好心机 费尽心里勾引月明和月轩 之前勾引月明不成 又来招惹月轩 娘您就是心词 区区一个顾海棠 有什么难对付的 下车 有兴趣的话来了解一下呀 我们可是昆阳第一家 美妆学堂 海棠姐 你看谁来了 太太 您怎么来了 我们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在这出阳巷 丢人现眼 什么是出阳巷啊 拿给我看看 樊臣 我跟樊臣只想开一个化妆学堂 请在这儿宣传一下 这有什么错吗 做人不要得寸进尺 你凭什么开学堂 你这样不是巫人子弟吗 快来看哪 这不是朗里春的大少奶奶吗 是啊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 看这个意思啊 这个丫头就是被朗家 修出来的吧 我跟大家讲 朗里春和这位姑娘 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 学化妆也不是这么个学法 就是呀 你打着我们朗里春的旗号 来招摇撞骗 你是什么成色 我们再清楚不顾 做人不要得寸进尺 当初你是怎么进的朗家 又是怎么被朗家轰了出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就不接你的断 你到朗家骗 现在又公然骗到大街上来 如果今天不拆穿你 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 上当受骗 我怎么骗人了 请你把话说清楚似的 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 还有他 也是被朗里春工房开除的 至于为什么 你们不妨问问他 我想说的是 他们两个 全都是被朗里春工房 开除的下流祸色 跟这种人 是学不到好的 有什么所谓 娘 我们走 站住 别走 把号说清楚 什么是下流祸色 朗太太 我们只是想开一个 化妆的学堂 跟朗里春没有扯上半点关系 你们为什么 一直对我们恶语相向呢 说我们招摇撞骗 你们有证据吗 再说了 我跟樊真平的是 真守一真本事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 顾海棠 离我们朗家远一点 朗太太 我们敬重你 你希望你能尊重我们 你们也配谈尊重 如果实在没饭吃 可以到朗家来要饭 别玷污朗里春百年的招牌 我呸 我告诉你 饿死也不吃你们家的馊饭 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凡真 我们走 娘太太 太太 娘 您没事吧 娘 太太 太太您没事吧 太太 月轩 你又不敲门 给忘记了 对了 我以前来你房间不是也没敲过门吗 这不是你给我的特许吗 是啊 这么想想 也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 咱们俩还是小孩呢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我们各司其职 为朗里春忙活生意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坐在一起聊聊天 谈谈心什么的 爹不是说过吗 做不完的生意 干不完的活 只要你心里有 就永远都做不完 不过等稳定了 爹也完全信任咱们了 咱俩就能嗦口气了 到时候啊 人坐在这里 心未必在这儿 再说了 爹不信任的人是我 又不是你 哥 你这些话就真说错了 爹最赏识的就是你 你这刚一接手工作 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账 弄得清清楚楚的 我刚接手的时候 那出的乱子 我能给你讲一晚上呢 你这是在笑话我吗 我说的是实话 月轩 你现在说话 怎么喜欢拐弯抹角的呢 没有啊 如果说 我们两兄弟之间 有什么隔阂的话 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你不也说过吗 不要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哥 我觉得是你现在 太容易把人给想坏了 你觉得所有人都是害你 所有人做什么事情 都是对你不利的 但其实 有人真正地害过你吗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应该往前看 应该往更远的地方走才对 你是这么想我的 我觉得跟你 是最没必要掖着藏着的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那就好 对了 你研发的新产品 弄得怎么样了 还没完成呢 不过 等它成功了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就这么多 我答应过别人 不能说太多 别人 是海棠吧 现在想到这两个字 跟你联系在一块 我心里就揪得慌 不好了 不好了 娘她晕倒了 刚才我和娘 在街上遇到顾海棠 她打着朗里春的招牌 在宣传自己的学堂 我和娘上前和她理论 她就和娘争执了起来 还把娘给推倒了 大夫 人怎么样了 没事 就是暂时性婚居 她睡着了 现在正需要休息 等一会儿给她熬点药 等她醒来 喝了就好了 谢谢你 大夫 苗兰 送一下大夫 对了 麻烦你去熬点粥 煲点汤之类的 给娘准备着 知道了 月轩 你也回去吧 娘这里由我照顾就行 没事 我陪会儿娘 她是我娘 我来 我来 来 对不起啊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没事没事 我先回了 谢谢你啊 师弟们 一直以来都这么忍让我 其实今天 我挺开心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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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对 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想问你个问题 嗯 就 就是 我比月轩到底差多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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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你期望中的爱情和爱人 都是什么样的 我设想过这个问题 我就希望我 我的爱人 能在我临死的那天 陪在我身边 佩佩佩 什么死不死的 佩佩佩佩 嗯 走了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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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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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能像你说的那样 他哪来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把咱们朗家 闹得天翻地覆 那你问问妙兰啊 爹 您宅心仁厚 大人不计小人过 可您今天是没有看见 那个顾海棠 对娘是多么的不尊重 娘 海棠来了 我来看你 太太 您好点了吗 今天是海棠不对 但我也不是成心的 请您原谅 我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滚 月明 把她拉出去 海棠 娘正在气头上 你还是先出去吧 娘 我都听说了 您跟海棠 就是一个误会 海棠来特意 跟您道歉了 您快快心 咱们把什么话 都说开了 别弄得跟个仇人似的 行不行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怎么就成误会了 月轩 你是不是我儿子 你看你娘都成这样了 你还帮着外人说话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海棠来陪不是 你听他把话说完 我不听 你们谁也别劝我 顾海棠我告诉你 整个昆杨 有你就没我 好了 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月轩 你先带海棠出去 太太 千错万错都是海棠的错 您别再因为我 气坏了身子 我叫你滚啊 出去 月轩 你回来 等会儿我去找你 我今天把话说明白了 以后谁要是再跟顾海棠有任何瓜葛 我饶不了他 医生跟我说了 生气对身体 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为他 把身体气个好歹 值得吗 妙兰啊 你在这儿伺候你娘吧 是 咱们先出去 娘 您消消气 你快点退钱 把钱退给我们 我都跟你们说了 他真不在家 我又不认识你们 凭什么让你们进去啊 这种人啊 退钱 什么时候退啊 快把学贝还给我们 爹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你是何谈老师吗 就是他呀 先喝 你先进去 你行不行啊 走 你别走啊 你 海棠老师 你欠我们的学费 什么时候还给我们 就是啊 什么时候退钱 给孩子们造成的名誉损失 也就算了 但是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们 就是我们你们退钱 爹 算了吧 算什么算 海棠老师不是那样的人 他就是看你们年轻 欺负你们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听我说 不是我不想还钱 因为学校要买一些教学用品 所以我已经花掉了一些钱 这钱 我一时也拿不出来 但是你们放心 学费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放心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啊 我们怎么放心啊 就是啊 猴年马月了是不是 赶紧还钱 你干了啊 还钱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哪 谁丢人啊 你败了一个给死人化妆的老师 去学艺 你将来准备给别人筹备丧事去啊 我还嫌丢人呢 我们也问了一圈 我们也知道你不是坏人 但是你给我们一个说法 给个期限 什么时候还钱 我们也就不来逼你们了 这样 十天 十天之内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好 你说的十天啊 到十天你要是不还 我们大家都还来闹 就是 娘 我们还来闹 过来 娘 行 我怎么说啊 怎么怎么学吧 不能在这儿学了 你知道个啥呀 你 有人要赶紧 我这样 就把我气死了 姐 你没事吧 没有受伤吧 没事吧 放心吧 姐没事 没事就好 夏和 你没告诉咱娘吧 海棠啊 娘 海棠 我听夏和说了 你遇到难处了 没有 娘 您别听夏和瞎说 真没有 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相金欠银的 拿去换几个钱 咱别欠别人的 不行 娘 这都是咱们家的传家之宝 这是爹的东西 是啊 娘 你以前想爹的时候 还能拿它们来看看 要是当了 你以后想爹 不碍事的 身外之物 应认极吗 伏银膏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哦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 你爹的宝贝 顾家的独门秘方 你爹每次出去 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都戴上它 用过它的人 那皮肤特别地细腻光滑 我知道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研究的东西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 没想到娘这还有一盒 娘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可惜 这里面的成分 我已经记不住了 只有你爹才知道 这些制作的秘方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香膏还是这么香 娘 钱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 交给我吧 这都是咱们家的传家之宝 绝对不可以卖的 而且我会想办法 把这个东西复原 我想这也是爹的心愿 把美 带入千万家 是啊 娘 您就算把我卖了 也不能卖传家宝啊 吃下来 别瞎说 今天这件事 月轩心里肯定有想法 她一定会去找顾海棠 你帮我看着点 有什么事 及时告诉我 您放心吧 通过这件事 我可以看得出 月轩 根本就不把月明 放在眼里 她从来不顾及月明的感受 这个月明也不服月轩 她刚开始接入朗里春的工作 什么事都逼着自己要做到最好 两人这绳子 本来勒得就很紧 再加上顾海棠这一层 我真担心有一天 他们两个 关系越来越不好 您担心得是 但大哥跟月轩 毕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不是亲兄弟 生死亲兄弟 何况 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 还是会顾及彼此的 那时候他们还小 什么事都不懂 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欲望 娘说得是 好了 下去吧 娘 有事您在叫我 等等 今天在大街上 我明明记得那两个丫头 站在我的前面的 凡真 我们走 那把我绊倒的人 是在我后面的 如果我没记错 当时站在我后面的 就只有你 娘 这您可就冤枉妙兰了 我 我 出去 娘已经睡下了 娘还是担心我跟月轩呢 娘担心的 是你和月轩之间的海棠 你说 我到底比老月轩差在哪儿呢 你太容易受到干扰 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 可你又急于求成 反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听你这话的意思 我应该更直接一点是吧 月轩为了海棠 连娘的安危都不顾 你光在海棠面前装好人 又有什么用呢 你比我更着急呀 我有什么好着急的 你当然着急 你是想看到我们朗家翻天覆地 然后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你这张漂亮的脸蛋 总不想终日陪在一个吃斋念佛的老人家身边吧 你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 下半辈子如果再这么浑浑顿顿下去 甚至顾海棠代替了我娘的位置 那到时候 你可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还不得了 我应该要遵红的老人家 我还要遵红的老人家 哪儿 那你可以吧 我还要遵红的老人家 就算了 我我还要遵红了 我还要遵红的老人家 要遵红的老人家 不要脸的东西 我们朗家怎么会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人 桃花灯是圣洁的象征 你还是别碰我 娶我佛堂拿点香灰来 给二少奶奶抛下手 取下她的验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 海棠姐 梵真 告诉你个好消息 现在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昨天跟我们上过课的几个学生来找我 他们说愿意背着家里偷偷来上课 这怎么可能啊 真的 他们说是想跟你学真本领 不在乎外面那些风言风语的 而且蓝闹市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本意 是有人在后面鼓动和造谣的 让我知道他们是谁 一定把他揪出来 好了 梵真 先不要想这么多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学生 对我们的信任 加油 咱们要把这个学堂重新办起来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 你说这郎太太要是再来找事可怎么办呀 上回我们离他那么远根本就没有碰到他 他摔倒了光我们什么事啊 这倒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你头上 他要哪天再来 这可怎么办呀 不要顾虑这么多了 这么多顾虑 这个学堂就开不下去了 不管了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再说了 咱们现在已经在谷底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也是 也是 喂 龙大帅啊 我没事 好 我马上过来 老爷 龙大帅找你什么事啊 之前 他让我们这些商户凑军费 我答应过龙大帅 施济周出多少 我多出一倍 施济周把钱拿出来了 他出了多少 还不知道 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 我们很被动啊 他现在正找机会吞并朗里春 龙得水正好坐收渔翁之力 那怎么办 我先去会会他 再做打算 我是真没想到啊 他施济周这回出手这么大方 真让人感动 这个老哥们没白交 龙大帅您放心 我说过的话绝不失言 其实你我都知道他施济周 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 论交情 他不比你跟我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也是没有办法 只有厚着脸皮 请朗兄帮我这个忙 朗兄如果是兑现了承诺 他施济周自然没话可说 我这碗水 自然是要往你这边倾斜的 这个无可厚非 谁也别说谁的闲话 钱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我可是冲着打算你 跟施老板没关系 咱们的交情 可比这一箱子黄金的分量 要足得多呀 那是自然 他施济周想跟您斗 那岂不是唐碧当车吗 岂敢岂敢 有钱大家赚 龙大帅是明眼人 朗丽春少不了给你添麻烦 自然也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呢是一个大老粗啊 但是对朋友 那绝对是两肋插刀 他十几周算个屁呀 他还欠老子一条命呢 他总跟你朗丽春不对付 朗兄要给我一个台阶 我一准把他给踩死 何其生财 朗兄的胸怀真是目天席地 海阔天空啊 多谢夸奖 我现在呢 心里面窝着个事儿 这事如果要明朗了 那才叫海阔天空哪 只要朗某人办得到 自当尽力 我也是羞于其耻 朗兄啊 您看能不能把月轩和默化的事儿给办了 咱们两家结亲 可就是亲上夹亲了 到时候我顺手才把十几周给收拾了 我保证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个月轩呢真是不争气 如果真的可以高盘上贵府千金呢 真是三生有幸 我是双手赞成 只不过他没这个福分哪 整天吊儿郎当勾三搭四的 在外面扯都扯不清楚 他怎么能配得上默化呀 朗兄哪个男人不占星 你我是过来人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的 这个默化要是管不住月轩 收不了月轩的心 那是他没本事 再说了 人这一辈子 跟谁过不是过呀 他们年轻不懂事儿 你应该明白呀 那感情好 既然龙大帅发话 朗某双手赞成 月轩这个孩子不懂事儿 是我管教不严 再不能有着他的性子 那就拜托朗兄了 替全子多谢龙大帅 等了我这么久 我不是让你回家 让司机来接我吗 我想这不是好久 没跟爹聊天了吗 那倒是 爹 您想好了 这笔钱咱们真的要出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隆德水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这笔钱算是保个平安 我们对付施济州尚其力不从心 再多加上一个隆德水 朗里春恐怕就招不保息了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施济州是要孤注一掷了 咱们竭尽全力度过这一关 施济州估计也松快不了多少 爹 我们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乘胜追击啊 让施济州齐虎难下 我跟施济州也算是斗了一辈子了 到头来还不是 与死网破斗得两败俱伤 我们一次次地放过他 但我看他 这次不吃掉朗里春是不会死心了 朗里春百年继夜 是没那么容易轻易被击败的 谁也别想动摇 朗里春在昆阳的地位 上阵父子兵 我就盼着你们兄弟俩 翅膀硬的那一天 那时候我可以松一口气 我喝一口气 即可